G平姐姐 你对我的样子真的好性感 Hello大家好 我是X9少女团郭子凡 为什么拍大片的衣服都那么好看 希望樊樊的私服也能向大片水整看齐 大片的衣服免费拿是吗 不要钱是吗 等了一天的周记 等了一天的周记 等了一天的周记出现了 天冷了 一定要记得及时添衣服 但是咱能不能添点色彩的衣服出镜率呢 不能 不能 什么时候可以扔掉黑白灰衣服 大概世界末日吧 我樊哥穿什么都好看 有没有去菜市场拍大片呢 最想拍大片的类型是 我刚才就在菜市场拍大片 最想拍大片类型 我感觉还是街牌或者是比较暗黑的一些系列吧 穿上厚衣服的小鹅我想看看你的秋裤长啥样 对不起 我不穿秋裤 为啥凡凡照相的时候 特别是大合照总要仰起头呢 就喜欢啊 这样 喜欢 仰着看别人 凡凡的自拍为什么永远没有他拍好看 哇 你的审美真的要改善一下了 那应该是你没见过没有经过PS的插牌 真的愁到原来的好看 凡凡今天长头发了吗 长得还挺慢的吧 我觉得 现在还没有刘海呢 我觉得是因为你穿的衣服所以怎样都好看 你看这种问题就是我喜欢看的类型嘛 因为是我穿的所以都好看这种本色 嗯 太棒了 很喜欢你的个性能坚持自我善于拒绝 也能虚心倾取别人的意见加以改进 还有人说你非常黏 有人说你非常甜 有人说你非常欢脱 有人说你很安静 是如何把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 融合的恰到好处呢 就 开心就好啊 你好 奔跑的斯坦尼康 猜到了你的周记是会有关运动会的内容 但没想到你是真的不露脸 嗯嗯 对的 我就是这样子 想不到吧 郭老师特地凉头定做的假发有没有用过 不敢想像戴上最后的画面 说实话我真没有用过 因为我一开始是怕俊逊剃得很短 剃成寸头那个样子 所以才买了假发 然后但是发现剃了短发之后 也不是不能看 就那假发就作废家了 郭子凡会面太可恶了吧 人长那么好看又有幽默感 而且又才华横溢 人美好的没话说 对待粉丝又和善 这样优秀的人 现在还到哪里找 这个 我念的时候都感觉很 很害羞 爱你 爱你 子凡的眉毛好浓啊 忍不住想带他去修眉 忍住 那就忍住 OK 为什么喜欢 为什么喜欢趴在别人背上照相 是会显高吗 因为我不是太喜欢站在前排 可是我站在后排呢 就完全看不见我了 所以我就只能找个人 然后爬上去拍照 请告诉郭子凡 齐刘海不适合他 然后 然后 还有 以后能稍微高调点吗 粉丝们望眼欲穿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性格吧 而且齐刘海 为什么不适合我 多适合 看橘子时尚 之前给别的艺人单拍的造型 还蛮多 蛮好嘞 希望凡凡以后 也会有这么多造型 期待 我也期待 我以后会像其他艺人一样 能有特别多 特别帅的造型 酷 想对你们说 说一句 以后能好好提问吗 不要问这些 我答不出来的问题 好不好 拜拜 谢谢 要干啥说 本集完